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日本钢铁巨头 Apon Steel及其他钢铁制造商向东京政府施压 要求限制来自中国的便宜钢铁进口 以保护本国市场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出台了新规 针对表现不佳的党员进行清理 旨在提升党内的质量与忠诚度 最后我们将揭开怀孕期间的中国传统食俗 看看那些奇特的饮食禁忌与习俗 如何影响准妈妈们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日铁公司及其他日本钢铁制造商 呼吁东京政府限制来自中国的廉价钢铁进口 以保护日本市场 日铁副董事长孙龙红在采访中表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其钢铁出口在2024年上半年 增长了24% 达到5340万吨 预计全年将达到1亿吨 森龙红还提到 他在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的会面中 获得了对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支持 这一交易对日铁的全球扩展至关重要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共产党近日推出新规 旨在加强对着进一党员的管理 踢除那些在信仰、忠诚和表现上 被认为不合格的成员 新规共27条 要求党员在未能履行党义务 或失去革命精神的情况下被开除 强调了党内自我清理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官员表示 党支部需密切关注党员的行为 并对表现不佳的成员设定整改期限 确保党的质量与纪律性 南华早报还提到 中国孕期食物的迷信与传统 许多与怀孕相关的禁忌和饮食习惯 代代相传 例如古籍、胎产书提到 孕妇应食用特定食物 以确保胎儿健康 甚至包括吃狗头 以使孩子美丽 现代孕妇仍然遵循许多迷信 例如避免食用羊肉和某些黑色食物 以防孩子肤色较深 许多孕妇在饮食上持谨慎态度 尽管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这些迷信缺乏科学依据 但仍然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Yahoo!US报道 特朗普计划在 妈妈们为自由年会 上发言 以激活其支持基础 但这也可能使温和选民感到疏远 该组织主张在K12课堂中去除 LGBTQ加身份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讨论 特朗普希望借此机会 巩固与其13万多名成员的关系 尤其是那些支持家长 在公共教育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保守派 然而 最近几个月 该组织遭遇了一系列丑闻 和地方选举表现不佳 影响力受到质疑 特朗普的教育提案包括促进学校选择和削减教育部等 这些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争议 南华早报报道 副总统哈里斯在首次接受采访时强调了延续性 称赞拜登政府在加强盟友和国内产业方面的投资 他提到通过改善供应链 减少对外国政府的依赖 提升美国家庭的基本需求 虽然采访中对外交政策的讨论较少 但他明确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同时也关注到无辜巴勒斯坦人受到的伤害 哈里斯重申了对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承诺 并在移民问题上表示 将继续推动拜登政府的立法计划 尽管他的立场在某些问题上有过变化 南华早报还提到 恒生银行继续支持香港的商业社区 推出了多项融资计划以应对经济挑战 香港的中小企业占据了98%的市场份额 是推动创新和适应消费者趋势的重要力量 恒生银行推出了330亿港元的中小企业资金计划 专注于融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以批准超过1000个贷款申请 银行还与商业协会积极联系 提供融资咨询和支持 帮助企业应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要求 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西方航空公司在飞往中国的航班上 不得不绕行 导致飞行时间增加并产生额外费用 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航空公司的竞争中 处于劣势 甚至迫使一些航班减少 分析师指出 飞往中国的航班如果绕过俄罗斯空域 可能需要多花两小时 导致每趟航班的额外成本高达数万美元 比如 从北京到法兰克福的航程 中国航空公司平均只需9.5小时 而德国航空公司则需12小时 由于成本上升 欧洲航空公司不得不削减航班 且票价普遍高于中国航空公司 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市场份额 外交事务 分析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衰落 尽管巴勒斯坦个政治派别 在北京达成了团结协议 试图建立共识政府 但阿巴斯对此表示轻蔑 显示出他与人民之间的严重脱节 阿巴斯的领导生涯 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他未能有效应对加沙和西岸的分裂 导致内政混乱和腐败加剧 尽管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 阿巴斯在处理与哈马斯的关系上 却显得无能为力 最终使他在巴勒斯坦历史上 留下了失败的印记 南华早报报道了一起 新加坡男子因愤怒 而故意在前妻的车内 种植大麻的案件 37岁的谭祥龙 因婚姻破裂而感到愤怒 计划通过在前妻的车内 放置超过500克的大麻来陷害他 甚至知道这可能导致死刑 他的计划经过深思熟虑 甚至与前女友讨论了细节 最终谭在实施计划时被警方逮捕 前妻也因误会而被拘留 检方指出谭的行为 不仅危害了无辜者的安全 也助长了当地毒品交易 最终他被判入狱近四年 南华早报报道 乔治·埃尔赫德里·Georgias L.Hedri 将于周一在香港正式开始 他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职位 这次访问强调了这座城市 对汇丰引行的重要性 因为香港仍然是该行 最大的收入来源 埃尔赫德里将在汇丰大厦 与员工会面 拜访重要客户 及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 计划在下周结束后返回伦敦 作为汇丰的第三位首席执行官 他的任命被前任执行官 诺埃尔·奎因·Noel Quinn所赞赏 并指出他对客户需求的敏感性 和对银行独特地位的理解 埃尔赫德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 拥有多语言能力 并在多个国际金融中心工作过 面临着高利率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数字银行竞争等挑战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 NASA及其他政府机构 自2010年以来资助的研究 为中国研究人员 带来了超过1000项美国专利 涵盖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敏感领域 这些数据可能会加强取消 或重新谈判 美中科学技术协议的呼声 该协议被批评为 过度汇集华盛顿的 主要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专利商标局 向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 提供了这些数据 显示出 美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与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 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提到 香港的残奥运选手 在巴黎奥运会的第一天表现出色 游泳运动员陈于林获得银牌 羽毛球选手朱文凯 则在首场比赛中获胜 朱文凯在58分钟的比赛中 以2比1击败英国选手 展现了他的实力 其他香港选手 在不同项目中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显示出香港在残奥会上的竞争力 这些运动员的努力和成就 不仅为香港带来了荣耀 也激励了更多人 关注和支持残奥运动 南华早报报道 近年来 中国的旅游业因热门网络游戏 黑神话悟空的热潮而迅速复苏 尤其是在北方某省 这里原本并不被视为旅游热点 但如今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游戏中的场景为这一地区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游客们纷纷涌入 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和旅游业的繁荣 此外 菲律宾的外籍帮拥在韩国的收入 也大幅提升 政府推出的试点计划 为他们带来了更高的工资 这引发了韩国家庭 对照顾服务的担忧 日本时报指出 腾讯和网易正在重新考虑 或缩减对日本游戏工作室的投资 这两家中国游戏巨头 在过去几年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却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功 网易在东京的OCO工作室 几乎裁掉了所有员工 计划关闭该工作室 而腾讯也在重新审视 在日本的投资节奏和规模 这些变化反映出 在游戏开发上的目标不一致 导致了合作中的摩擦 尽管如此 两家公司依然与日本的知名游戏公司 保持合作关系 并未完全撤退 南华早报还提到 随着中国市场的复苏 腾讯和网易的海外投资吸引力 有所减弱 中国本土的游戏 黑神话 悟空 成为了今年的热门作品 增强了两家公司 在国内寻找成功游戏的信心 与此同时 腾讯的日本负责人 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全球职责 表明其战略的调整 尽管面临挑战 但两家公司 仍在积极探索国际市场 寻求新的投资机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未经许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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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